事实胜于雄辩 广东97比106辽宁意料之中 成长的代价太大了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场比赛 广东队的几次进攻都被2号3号占用了 都以为自己跟51号一样 说不定也能进球了 奇迹没有发生 他们只是浪费了51号 创造奇迹的机会 反观辽宁是靠外援取胜 本土球员需要科比精神 广东三分是真准 有周期实力会上二个台阶 辽宁新人还得练 莫兰德得分能力有点弱 如果和艾伦搭能好些吧 如果有一见脸也不会输 周期和二飞又不见 输是从围体开始 心理打击太大 广东内线被爆 赵继伟付出还有表现 福格大开大合 打成这样挺不错了 不会以为第四节那反超有戏吧 而且那是人家主场 裁判又是一直不作为的 反而觉得徐欣这场有进步 这身高就应该学杨汉森那样 眼里只有矿把球弄进去就对了 广东没有周期 能跟辽宁打成这样 周期若是回来 大概率是广东冠军的 一直引以为傲的广东内线 现在是良进淡决了 赵继伟 他这个斜45度给内线传球 不管是高的还是基地 第四节一开始连着失误量 国家队比赛也有这种失误 继伟应该更细致的 三节结束领先10分 第四节开局 应该是被广东打了个16比0吧 这种断电应该减少 后面会有新人的 指望他没必要 慢慢新人都会上来的 期待周期和艾伦回归 感觉如果全员健康 广东更强 徐欣这场确实心态有问题了 不知道出来什么问题 正常的话 依然选徐欣 赵继伟经常被过后 然后背后伸手掏球动作 打过球的都知道 十又八九会被吹犯规的 为啥咱联赛裁判都不吹的 看世界杯被吹的都不敢玩了 恨铁不成钢啊 广东队还是略强的 只是年轻球员太多 换谁上都像少一个人在场 期待辽宁广东的下场比赛 只有辽越大战 才是CBA最让人期待 最精彩激烈的比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